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傅文涛为我们揭晓第八个年度三农新闻事件 2012影响三农的年度新闻事件是由新浪网推荐的 李玉刚微薄就离 农产品产销走入微时代 诸位 这回说咱们说的是 农民卖南 微波旧集 雪庄送炭 贵妃卖梨 话说2012年10月底 冷嗖嗖的小时候那是可劲的吹呀 吉林省延边州的果农心里边像开了锅一样 为什么 苹果梨2000多吨 放手了它硬是卖不出去 果农们一啥面不行 这回咱们上高科技手段 十二十六号 吉林省延边州龙景市2000多吨 苹果粒滋销的微博发出来了 还特意车尾了一位素乡师的老乡名人 谁呀 贵妃李玉刚 这个李玉刚也是吉林人呐 本庭老家的乡亲永难 没头一皱 这是咱得管管 几天以后 好一个李玉刚 带着现金进村收购 说买还真就买来了 有人竖起大笨头 李玉刚 纯爷们儿 有人心里大门儿 这李玉刚足足买了三十吨李呀 他四个能吃得了吗 您呐 稍安勿躁 李玉刚微波就离 咱这就开奖 郁刚啊 你今天呢 不是来唱歌的 是来接受采访的 哦 对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让你唱两嗓子 大伙说好不好 李花开春待雨 李花落春如泥 几句吧 谢谢 真是不错 刚才看到短片当中说你买了三十吨李 对 我想知道你们家大笠柜里都满了吧 总之堆了一仓库 堆了一仓库 现在还有多少 还有 还有几十箱吧 还有几十箱 那你看现场这么多观众 为什么不拿来跟大伙一块分了呢 因为打算过两天还要去一个敬老院去 然后这几十箱是留给那个敬老院的 哦 那我们就捞不着吃这梨了哈 假如我不喜欢吃这苹果梨 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产生想吃的念头吗 其实第一个应该多吃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 止咳 润肺 很多很多的功能 其次呢 如果说就干吃吃不进去 还可以做成拔丝的苹果梨 就像拔丝地瓜的那种做法 而且呢 还可以把它抄了 然后呢 放上那种糖水 冰糖 对对对 然后可以做苹果梨的罐头 自己家里也可以做 都可以 你会用这种方法在那个微博上去注销吗 我曾经因为买苹果梨的时候 我曾经给很多很多人然后推荐这种方法 很多很多你的粉丝都加入到来买梨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 当微博一出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都帮助了这件事 还真的很有效 是不是 是这样的 那于刚刚我跟你说个事 你看我们老家的农产品也卖不出去 你能不能帮我们老家的农产品也用微博推销推销呢 你的家乡你负责 我的家乡我负责 好不好 要不还是你送我点苹果梨吧 行 送我点苹果梨 行 送我点苹果梨